共創明天計劃 我們學員的對象 我們主要是來自一個弱勢社群的家庭 尤其是住在劏房裡的家庭 中一至中三的學生 學員的名額 我們現在定了兩千名 計劃的目的是 推動學員開闊眼界 加強自信 建立正向的人生觀 以及為自己未來定下一個目標 力增上游 計劃的年期是為期一年的 因為這是一個試驗計劃 我們在這個計劃一邊做的時候 我們一邊會檢討 在之後我們是會優化這個計劃 我們將來會擴大我們這個名額 會是每一個學生 我們是會配對一個義務的私有給他 每一位學生 我們是會給一萬元 分兩次去給 第一次他參加之後 這個有私會指導他 怎樣去洗浴這五千元 完成了一年的計劃之後 我們會再給五千元的獎學金 這個五千元的獎學金 這個學生可以自行去決定怎樣去洗 怎樣去用的 我們有私的招募我們有些條件 一般我們需要二十一歲以上 我們就教年輕者優先 當然他們可能是在職 以及能夠在職場裡面安排一個工作影子的活動 所謂工作影子者就是 他是要有機會安排到這些小孩 讓小孩能夠跟他上班 能夠看看他平時上班的情況是怎樣 讓小孩學習到在職場工作的情況是怎樣的 他們可能要分享給他的 不是每一個人都一帆風順的 每一位人士都在成功之前 他一定是有一些失敗 挫折都會遇過的 看到我們很多運動員在 我相信他們在整個體育的生涯裡面 都有遇過一些挫折的 他應該教他們怎樣去面對這些挫折 繼續向上 我們希望有師能夠帶給我們學生 這些正向的一些思維 我們都會邀請商界參與 第一我們希望商界提名一些 他有豐富人生經驗的有師給我們 第二協辦一些啟發性的團體活動 亦都提供一些工作影子的機會 最後是贊助這個計劃 全年的計劃 我們大約可以分為五個範疇 第一個是營身活動 第二個是基礎的訓練 第三是有師和學員的互動環節 四是多元團體的活動 第五是畢業典禮和擴闊社交網絡